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沛沛 今天也是公主式房菜 有沒有看到我後面我們庭園的櫻花已經開了 所以櫻花是春天對不對 對 所以春天就已經到了 然後剛好我們最近過年嘛 所以吃了很多大乳大肉 所以我们今天是吃一个素菜 然后这一个素菜其实30分钟以内已经可以搞定 材料很简单 还有就是可以除了它是素菜以外 还可以当火锅的汤底 还可以当如果你是煮乌龙这些也可以当汤口 所以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吧 今天的材料有因为是素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材料 其实我们这个是豆乳蔬菜锅 所以我们有无糖的豆浆 然后有姜葱蒜 这些就是辛香料是让它味道出来的 然后调味就是豆腐乳 盐巴 白萝卜 但是如果你喜欢是红萝卜这些 用红萝卜也可以 然后红喜菇你也可以用其他的香菇 然后豆腐 豆皮 还有就是那个黑夜白菜 但是你不用这个白菜 你用其他菜可不可以 可以 你可以用带白菜啊高麗菜 这个就很随意 然后如果你想要吃荤的 你比如说可以加肉片 牛肉片啊猪肉片啊 甚至于加鲑鱼 你加鲑鱼头你煸进去的 就是一个有汤有菜有肉的一个菜 好 那我们来开始吧 好 先加油 然后我们就先倒姜葱这些的辛香料 然后如果你不吃五辛素的话 反正可以只是用姜片 其实只是让它味道比较丰富而已 你说是不是我没有这些东西不行 所以你其实有一个 然后蒜头 有好处 然後這些是聞到味道有香氣出來 然後我們就把豆漿跟水加進去 然後豆漿就是大概一公升 胡糖豆漿 然後那個水到他就是200gc 大概就是一飯碗差不多 有聞到味道有香氣 有 好像這些薑蔥蒜很香 然後我們現在就可以 剛剛說一下就是我剛剛忘記說 豆皮我是稍微用熱水沖過 熱水沖過的原因是因為就是把它的油 因為你在外面買的它會有一些的油脂 然後把它去掉然後也不會有那麼油膩 但是你不過熱水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 好然後你放進去之後 然後我們就先放五桌 放著之後放豆腐 跟著我們就可以把它蓋起來 煮十分鐘 我剛剛是有火調小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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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只有把它調回去一個鐘 好現在就煮了十分鐘 然後就我們跟著把其他的料 然後我們先把豆腐乳 如果沒有豆腐乳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湯匙的味噌 下去 去跟著我們的菜 還有我們的紅喜菇 就是一整個很澎湃很多蔬菜的感覺 然後跟著豆皮 然後跟著也是把它蓋起來 煮五分鐘 然後我們就蓋起來 繼續煮五分鐘 然後五分鐘到了 那其實這一個 因為我是把它轉了小火 為什麼 因為豆漿跟牛奶一樣 它一滾的話很容易會飆出來 都不想發生殘案 就把它那個 然後我們就先試一下味道 剛剛我是有準備鹽巴 但是我還沒有還沒有炸進去 所以現在菜都煮完了 然後我們就試一下它的味道 然後我們就知道夠不夠鹹的 我是覺得因為這一個 是吃清淡的 可以不需要太鹹 可以不需要太鹹 我自己覺得差不多 但是有一些比較喜歡吃鹹的 那這裡大概就是一小匙的鹽巴 好 那今天的這一個豆乳蔬菜鍋就完成了 那喜歡我們頻道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下次見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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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分享一下 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